感悟人生,分享快乐,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为你们介绍国王排名第十九集 本集讲的是米兰桥的自我救赎 与四大天王大战剑王 本集紧接上级的战斗 卡克暴躁吞噬射剑王 波吉惊奇的看着卡克 在当卡克吃力的喊出波吉名字后 剑王的利刃贯穿卡克的身体冲了出来 伴随着波吉的惨叫 故事又回到了米兰桥一族被加古查国背叛后 加古查国人民竟然在神明前倒打一耙树 他们曾经复树丰柔 都是法郎国的蹂躏才让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 神明抬头环顾四周 拥有天眼的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但为了引游更多的国家皈依神明 神明看头不说头放过了这些小人 但是法郎国的反抗也让诸神看到了人类的强大 加上诸神的不齐心 他们意识到属于诸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贝宾问波斯王加古查国反水之后的故事 波斯王回忆道 当他赶回去时 米兰桥的抹钱已经去世了 小米兰桥被砍掉双手挖去双眼 独自一人被拴在柱子上 波斯王直接暴走 一手捏爆一个小人 疯狂屠杀加古查国民 愤怒的他连妇女孩子也没有放过 冷静下着的波斯王 找到一名老巫师治好了米兰桥 米兰桥却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波斯王自责之时 被冰的蛇回了禀报 波及殿下需要支援 从卡古身体里钻对的剑王 没有一丝质疑 静止走到波及跟前 一剑刺穿了波及 此刻站着的所有的对手都已倒下 他饶有兴致的看着痛苦的众人 于心不忍的米兰桥 悄无声气的附身到红发杀手身上 走到卡古面前 对他使用了治疗术 当德斯拉的手触碰到米兰桥时 他与波及一起看到了米兰桥的身世 随二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他们看到卡古故事的母亲正在向他招手 换过时候 德斯拉反应过来 自己也已经去世了 他愤怒的大吼 自己努力工作赚的钱还在 人却没了 这时他看到下边的卡古 已经在母亲的催促下 准备乘船过河了 德斯拉大声阻止卡古 因为只要过了河 就永远无法复生了 但无论两人怎么喊叫 卡古都听不到 二人面前 有都看不到的墙壁 聪明的德斯帕意识到 他们可能还没有死 只是在米兰桥的内心世界 忽然卡古的船被绳子拉住了 米兰桥告诉卡古 过河的后果后 问卡古的时间 没有留恋的东西了吗 卡古被瞬间点醒 意识自己要守护波及 他强忍泪水 告诉妈妈自己还有心愿未了 现在还不能团聚 随便被米兰桥拉回了岸边 面对着这一切的舍作俑者 卡古还是让米兰桥表达了感谢 一句久违的谢谢 听得米兰桥满脸通红 这一刻 米兰桥终于替母亲 收获到了他人的感谢 带达这边的小米兰桥 也完成了救赎 双手和脸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开心的喊着自己被拯救了 随后便消失了 只留下一脸忙碌的带达 死亡边界里 米兰桥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和波及的母亲在对面 仿佛在挡道过去 再看波及这边 双头蛇守护着波及和德斯帕 剑王留着哈拉的站起身 腾空越界 一剑插入大蛇身体 大口喝起蛇血来 当他再次越界 于下黑手时 被兵跳出来 一剑将剑王拦腰砍断 眼见双头蛇伤势惨重 被兵口吐巴嘎 剑王却还是恢复了原状 其他三盟相继赶来 看到失去过度波及 心疼不已 为了帮波及拖延时间 多玛斯率先出战 几分打斗下来 虽然多玛斯的剑截更胜一筹 但面对不死之身的剑王 还是未生其分毫 多玛斯准备使用必杀技时 剑王一个葵花点血手 令多玛斯动弹不多 而神经百战的被兵早已看透一切 放多玛斯去单挑 这是为了看清楚剑王的招数 接下来就是四打天盟表演的时刻了 正能德鲁西全面压制剑王之时 剑王突然一起哥哥德子帕曾对他的教导 脑袋突然开窍 直接顶开了德鲁西 随后释放了一会儿 开始第二轮进攻 竟然三两下便将绝世逆转 这场巅峰对决 谁能笑到最后 好了 这就是国王排名第十九集的内容了 下周将继续为你们更新第二十集 大家别忘动动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下宇哥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支持下宇哥